桿洞 第三桿 起桿非常前面 喔齁 她打得很高啊 差點灌進去 這個好球也會 等於激起她的鬥志 這個七桿相對位置應該他是很舒服的一個方向啊 一點左到右 是 Burdy不多 在這個Burdy之前呢 只有一個Burdy也是在五桿洞 前九桶的一個Pup 5 這時的雅妮成績到了高尾表 你看兩桿 不過其實她拿這個三號目 她開球上球道呢 就是九個 給她右側去 掉進了沙坑 我有距離的一位球 雅妮沙坑球是剛好過水 剛好過水齁 所以也很驚險就是 很驚險 很驚險 那邊還下坡王水塘 對 好 這一局切球不錯 有機會保帕離開 好球 這個帕應該是相當不錯的 是 這一桿把第一桿開球速補回來 這樣子 等於是高一高一桿一桿的成績 至於 球後雅妮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她在 在目前加二的這個成績 五桿洞最起碼可是雅妮的強項 要拿下來 的確是喔 這邊的一個短推桿 也是一個 她從第十桿開始 喔 不錯 雅妮該抓的還是有耶 是 太棒了喔 哇 跟Paula Kramer拼一下 現在跟 傑森 這比球同 搭配得還相當的不錯 喔 沒打好 並沒有辦法到氣幹的內場的鍋裡 不過是已經上來了 對 還算好 雅妮現在 就推桿來看一下 雖然前一棟Birdy呢 可能氣勢是不錯的 但 還早喔 對 剛剛Paula Kramer先推給他看 兩個人球棋是蠻接近的喔 再請 甘定的幫他 照管旗桿 是 通常一個大一個會小 要想爭取晉級喔 大家都在拼 那先是一個寶帕推桿 看雅妮 要守住喔 出現了一個 bogey 我現在這個速度又蠻快的喔 對 國領的速度呢 讓選手呢 感到相當困惑 不只是雅妮了 其他的選手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也是難度所在 所以 相較之下可能距離 算是還好的變成喔 7000嘛 當然 這些女將呢 有機會挑戰了 長距離 沒錯 而且 你最好就是說 你可能 至少要四分化之後 你說哪一塊是你要focus在那一塊喔 不能只是上國零 不然的話 這個長距離的轉折推桿 很麻煩喔 雅妮 也許可以彈到達比較高 但也許不是特別滿意的 那現在 他可以再多放鬆一點 他想要積極 因為他的距離呢 可能是比別人遠的 想要發揮這個距離優勢 是 就是真的高爾夫很難講喔 好雅妮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短切球 球有點沉下去喔 好這一次的短切其實不差的喔 這半邊的選手早上才剛剛打完了第 第1輪 雅妮這個宮國嶺的球 今天我們看一下他的短切球是還不錯啦 但是都在救球的話 也 也蠻辛苦的喔 雅妮這是保帕推桿 如果能夠救帕的話也很不錯 哇吞下來了一個bogey 哇 雅妮確實 是 投了很遠耶 剩下大概100馬出而已耶 打高一點 有機會雅妮可以去birding 這個地方就會回來喔 還是要平常心啦 因為就是不斷給自己機會喔 如果能夠開始進的話就會比較順 其實沒進喔 如果覺得感覺好的話也可以 YES 有了 雅妮今天兩隻birding兩個bogey 看看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能夠穩定下來 因為今天 有時候打進birding以後呢 又覺得好像太急躁了一點 第15動第二竿 8號鐵桿 8號鐵桿 他的鐵桿 第二輪狀況欠價 這回 還算好 第二個彈跳的趕快的煞車 現在這樣 標準桿上鍋裡 雖然 不是很靠近騎桿啊 但是至少來到推桿平面 那兩推 毛帕 那麼也是不錯 對 因為他今天是 其實有出現三推啊 不然的話應該是 成績會有進展 很遠的 很右邊 所以高一半兩桿 現在來到第16動 這個三桿中174碼 稍微有點下坡的球道 他用8號鐵桿 他用8號鐵桿 雅尼 他整個已經到一個平台 雅尼這裡 看起來應該是 上坡了 前段是 路線抓到了 還不錯 因為到旗桿 還有310碼 所以 Andy North 都不太相信說 他能夠 兩桿的攻上去 但我們雅尼要證明給你看 我覺得他可能摸得到了 哈哈哈哈 有點往右跑了 93年是他上一次的比賽 那是陳志明 有去打過 雅尼從長草裡面打出 這組應該是KD跟球員的褲子都一樣花 最終還是拿鐵桿來切 其實他的 而且他這個打法 也稍微就是 雖然是 我看 他這裡呢 他是用鐵桿來 做推桿的一個方式 注意看喔 這應該是挖鐵桿 用這個 前緣的地方喔 有點順推出去喔 因為他如果那邊用推桿可能會有一點左啊 是不是有點右到左 來看一下 他那個方向對應該是左到右的邊 左到右喔 嗯 喔 又出現了 bogey 喔 都是力道差一點點喔 兩個三推是蠻像的喔 如果剛剛那個也算一推看的話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應該也是至少要像Prodkramer那個方向 然後有一點點往右轉回來會更理想 因為他的距離 鐵釘是比Prodkramer遠 那如果是同樣方向可能會打穿出去喔 可以右側 真的是有可能打穿耶 他這種球是不容易停住的 攻上去的話 剛好如果抓這個距離 大概在果嶺中間的部分落下來的話 旗艦在後面是有機會往前 靠著這個滾動 還不錯的一球雅妮 果然是照這個既定的策略 剛剛瑞翔所提到的 他是先抓左到右 但是後段好像是一點點反向回來喔 雅妮上坡 左到右一點點 前九洞雅妮的這個推桿的感覺還並不順 真的是怎麼這個球速度會停這麼快喔 第一高跟三桿的落後一桿 雅妮 也有 怕成功 開始的國嶺 雅妮現在在 第一洞的這個開球是比較 真的是開得比較遠喔 是 只剩下九十八嘛 哇 這邊這個好好的有所作為一下喔 對 有兩個 POP5都相對比較短的喔 那 剛才提到這棟可能是 這邊 第二難打的洞 但是也是排名在第七而已喔 是 現在風稍強一點到了 15米 15英里每小時的風速 放鬆心情 看起來不錯 然後就看到國嶺能不能把握住了喔 包括了三場的青少女以及三場美國女子開賽 今天推桿還不是特別順 而且年輕人的這種走路啊 都很快 雅妮現在3號目 不需要了 不需要Driver 這是混種幹耶 還不是3號目耶 好 這樣你的切球我們看一下 好像比較好 草比較多一點 厲害 也是不錯喔 太挺了 怎麼切這麼好在Rub 不過那個比例那個體型是有像 有像喔 雅妮 Burdy 喔 在國嶺推桿的雅妮今天還是相當挫抖 是聽到了雷電的聲音 打雷的聲音 連Stacy 路易斯都嚇了一跳 是 吹落臉 下坡推桿 比賽這時候暫停 因為聽到了這個雷電 今天能夠進行 到這個時候呢 消化了部分的賽程也已經 還好了 那所以真的很有可能 今年的美国立志公開賽 必須要打到禮拜一了 是 不過真的讓他們嚇一跳 因為很少會聽到聲音 才要喊停的 對 都是提早 很多的時間 就開始喊停 對 昨天是提早了 很早就喊停 根本是 而且一停了 就完了 就完了